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我是保罗 这次呢我们来研究研究什么是所谓的TKI开场 我知道这个随谈系列没有什么连贯性 不过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的话 可以再来谈谈各种不同的开场的利弊啊 应对啊 在不同平台上面的效果等等 TKI开场 TKI是一个日本玩家的名字 其实有好几个东西好像都是以TKI为名的 连开场都不止一个就是以它为名 可是一般 由我所见 欧美玩家在提到所谓TKI开场的时候指的是下面 是我们现在要讲的这一个 这是以第一代方块就可以做TSPIN的开场方法 它是首先I放在最中间 然后呢或左或右 L的话就在左边 J的话在右边 然后以用一个Z来做这个T槽的这个挂钩 屋顶挂钩 盖子 然后剩下来的三个方块呢 S O跟J呢 就拿来填满下面这两行 那可能是 呃怎么填呢 可能是 J O S 可能是这样子 那也可能是 呃 呃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方法 O S J 等等 那我今天想要特别 呃 特别讲到的一个 呃其中的一种变化呢 是叫做TKI3加TST TKI3加TST 它是TSD加TSD加TSD加TST 好这样子 一连串四个T转 前面刚刚出来四代里面的四个T 就都拿来T转这样子 呃 那这一个变化的话呢 呃 J是 要放在靠墙的位置 像这样子 好 那TKI开场呢 你可以看到它 呃 T是要拿来转的 然后 S跟Z都齐在I的上面 所以 I要找 够找出来 呃 我们来谈谈 呃 它的特点 高速攻击 呃 应该说抢先攻击吧 然后 不浪费T方块 那抢先攻击是好是坏的话 那就是见仁见智 跟个人的风格等等 呃 敌人的 敌人是用什么用的打法等等都有关系 总之它就是抢先攻击 呃 比 比开场PC还要快啊 开场PC要十个方块嘛 可是TKI开场的第一个T 就是7个方块就出来了 OK 那特点它是抢先攻击 不浪费T方块 那 呃 使用条件 像刚才说的 它是 呃 T S跟Z都要 在I之前出来 可是因为我们有hold嘛 我们有保留 所以有一个在I之前出来可以 最好是不要超过一个 在I之前出来 T S Z 三个零 呃 不超过一个 出现在I前面 那有少数的 呃 少数的 呃 呃 的的的 这个 呃 例外 少数的例外 就像是 如果我们先放下S 然后等一下再把I插下去 这样子 好 所以这个使用条件 大概是有 呃 多高的几率呢 大概是50% 应该说这一个条件的 呃 的成的几率 是50% 为什么是50%呢 这是 呃 数学 几率里面 呃 可以是 是 并不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那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想想看 为什么是 50% 所以呃 加上这个少数例外 所以大概比50%要高一些 好 所以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个 TK开场里面的 这一个特别的 呃 特别的顺序 是 让我来示范一下 好 所以像刚才说的 首先 我们放下 我们放下 I在最正中间 然后 用L跟Z做出T槽的方 的样子 然后 T先保留起来 等一下来用 然后呢 TKI3加TSD的第一个T转 是像这个样子 J呢 在最右边靠墙的位置 来准备下一个T转 好 那我们就可以做第一个T转 然后第二个T转呢 它的关键在 最右边的这个Z 然后其他东西只是 填满左边 和这个S 这样我们就有第二个T转 那第三个T转呢 一样是在 这边这个位置 呃 它的 第三个T转的关键是 等一下出现的 第三代的S 所以一样我们把它左边 想办法把它填满 然后呢 一般是用O来做盖子 然后 S 架空 这样我们就有第三个T转 那O的位置也可以是J或是L 一般 O是最好接续 等一下下一个 最后的就是TST 好 那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 经典的TST的位置 这个位置 我们会拿来拿 做最后一个TST的 形状 像这样子 这样我们就有 这样就是一个全套的 全套的这个 TKI3加TST OK 所以 它的 所以TKI3加TST 它一样特点 一样是 一样是非常的 非常有效率 可是因为它很长嘛 它是四代方块 它是最最多 我会要用到28个方块的开场方法 所以呢 一方面它很长 然后每一次方块出现的 顺序都不一样 所以不一定很方便 让你可以连到最后一个TST 所以 基于这两个原因 所以 要 要懂得随机应变 OK 所以我们不是每一次都一定要 勉强做到做到四个TSPIN 要不然可能会就是很难看 然后对手也不一定会给你那么多时间 OK 好 所以 剩下的时间呢 我想要用 呃 这边Nopomino 来 来 呃 来示范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看什么样的情况 可以用TKI开场 什么时候会失败等等 好 好 在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为什么用Nopomino呢 一方面是它的移动速度很快 呃 跟大家比较不习惯的地方可能是这个 横移的地方呢 按一下是一下 然后 按住的时候它是马上会飞到底 还有我用SoftDrop的时候 它也是会马上飞到底 虽然我还是可以动 像这样子 这叫做SonicDrop OK 所以这可能是大家会比较不习惯的地方 嗯 还有一个 还有因为一个 呃 Nopomino它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按F10 我在练习模式我按F10 它就可以马上重新开始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能不能用TKI呢 所以我看到Z跟T都在I前面 所以这就没有办法做TKI 好 哇 那这个I在最后一个 那也是没有办法用 好 现在我看到I出现得够早了 所以我现在可以再做一个TKI 可是 可是 这不是TKI3加TSC的形状 He's been double 那 那还有什么 接续的方法呢 可能可以这样一些 所以 那之后 那之后 之后我可以再 那我可以 留 这一列或是这一列来做72分叠或是 63分叠甚至54分叠都可以 好 放错了 OK I在最后面 所以不能用 好 那这个只有T在I前面 所以 那我这次要做在 第一个TSPIN做在右边 为什么呢 欸 抱歉抱歉 放错了 再一次 所以这次我又有 S跟T都出现在I前面 所以我不能用 好像运气不太好 都是不能用的 好 I在第一个我可以用 不过 我可能要把S用X的插下去 He's been double OK 所以现在 这应该是 之前提到的特例就是 我可以先把 我虽然有 Z跟T都在I的前面 可是 我可以先放下 Z 然后 我再把I插下去 He's been double 然后这个形状的话 我应该就可以 继续的 来 做第二个 TSPIN 这个 TKI3加DSC的 He's been double 然后 第三个 He's been double 然后最后的TST呢 我可以选择 要用 J来做 或是用L来做 那我现在 选择用 L跟Z来做 TSPIN TSPIN 那我第一个TSPIN在左边 那这一次我们来谈谈这个 每一个 每一个阶段之间的关键好了 OK 所以这是一开始的形状 做完第一个TSPIN以后呢 第二次的关键是在 这个 这个 红色的Z挂在上面嘛 还有 S 填满这个洞 S跟Z 像这样子 E's been double 那第三个 成功的关键呢 我觉得 总是在这个 Z 这个Z 常常会有 没有地方放 所以 我只要确定我有地方 可以放它的话 我通常都可以 可以继续一直接到 最后一个 E's been double 好 所以你现在看得到 为什么第三次用 O 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 这样的话 我可以 可以选择 我比较容易说 从左边 从右边都可以 那我可以 这样子 然后 做盖子 我也可以 做在 这一边 两边都可以 E's been 像这样子 所以 全套的 四个 T-spin 那之后呢 一般TST之后 都比较难截续 那我可能 呃 可以用一个 T-spin mini 来截啦 或是 像是我这一次的话 我选择用 用插入 Betches 等等 OK 好 那我们再多做几次 看看会不会遇到 什么 其他的情况 OK 这就是一个特例 呃 就是 T跟S都在i之前 可是我可以 把T 插 T-spin double 呃 T-spin double 所以这次有没有 呃 自己有地方放嘛 有的 T-spin double 那这次我用 我的TST 跟上次做的是反方向 T-spin T-spin 那我也可以选择 接个Forward 都可以 都可以 OK 这能不能用呢 OK 我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 那就是我喜欢坐在 第一个T-spin 坐在 坐在左边 好 那像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要先决定说 I要放在这边好 还是放在这边好 因为等一下来的是O 所以我放这边的话就麻烦了 我放 如果放这边的话 等一下O下来 然后J都没有地方放 所以一定 I要放在这边 T-spin double T-spin double 然后第三个T-spin 像我刚才说的这个 Z有没有地方放 通常是最麻烦的事情 啊 放错了 T-spin 好 所以这一次的话呢 只有Z在I的前面 可是 我的J需要先放下 我的J跟L都需要先放下 所以 这次就 T-spin double T-spin double 就只能用普通的 诶诶诶我在干嘛 T-spin double 像这种就没有希望 嗯 这个是 惡例情况 T-spin double T-spin double T-spin double 所以 T-spin doub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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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spin T-spin double 所以这个 用 用 这个 自示开场 当然有它一定的好处 T-spin double T-spin double T-spin double 就是这个 这个 如果你做的熟悉的话 你可以用很快的速度把它完成 那在Nopomino的话 呃 哇 一直都不能用 在Nopomino的话 我 呃 交顺的时候 最快可以再 T-spin double T-spin double T-spin double 可以在大概12秒 最快最快在12秒之内完成 那在T-B的話大概是最快是在15-16秒 所以换算成 呃 APM的話 大概是可以接近100APM 就是在最開始的那一二十秒裡面 我可以用非常高的APM 所以這個是 制式開場的好處啦 不過一般在一個人越來越有經驗的時候 通常 呃 呃 通常他們都會慢慢的離開 呃 就是像這樣子公式化的開場方法 所以 呃 T-Spin Double 呃 我想要說的是什麼 OK 所以 所以我之前 剛開始有提到的回機應變 像是我第二個T-Spin做完以後 第三個T-Spin做完以後 呃 因為TST做的話 我就很難接續 所以我也可以 決定就 呃 決定就 呃 決定就 開始做自己想要做的接續 好 我現在接得很爛啦 所以 呃 不要管我 呃 呵呵 所以 不是說 熟識以後你就知道說 不一定是 要再 T-Spin Double 呃 不一定要 呃 做完全套的 T-Spin Practice T-Spin Double 呃 你可以為了 為了 呃 呃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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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我想 呃 那今天 就到這裡吧 那我們就 下次再見 T-Spin